大家好我是阿美萌典 今天就是早上的說話來講到是說 會不會有關於有大家在問說原尊到底有地跟平權位的事情 那因為這個議題其實一夫無法說清楚 所以我去歡迎大家來問這議題的來找我們討論或者上我們找SpaLine 那就這個議題的話我們大概就是稍微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其實原住民保留地的問題其實是存在於文化上的差異 因為原住民他的土地是沒有所謂的擁有者 他的土地大概屬於是部落的或者是家族共有 然後因為他在他屬於就是他在出寫的時候 他沒有文字跟他所謂的紀錄的 所以他在土地上面他是沒有所有權狀 所以在清查在日本和在大民國政府的時候的政權交易上面之下 他是沒有因為他沒有辦法去證明他的土地 所以在那段的不斷的政權交易下去造成他的土地的快速的流失 那 今天想說的就是原住民保留地的問題 他其實在原住民保留地上面他有提供了非常 就是非常多的就是來去講述這些問題 像什麼原住民保留地等等 那我今天就是以 其實科長時間在這裡面內 沒有辦法全部來跟大家講 那我就以下面藍蛇的三個部分來做簡單的描述 就是什麼是原住民保留地 那原住民保留地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其實原住民保留地的設置目的是為了什麼 來跟大家來講細的解釋一下 那原住民保留地的日度的出現與現況的話 大概可以以幾個類別 就是這三個類別就是日本自己的時候 然後還有聯合國的原住民權力先援及台湾政府 然後在日本 日本時期的時候他其實是 因為他為了要開發原住保留地 所以他可以追溯到這時候的準 準藥存自領也大概是在 因為是在1928年總共有半年的 森林失業計畫藥成裡面有將 歸有的議員分為 藥存自領不要存自領也 基準藥存自領也 然後其中以藥存自領化出犯了所要 居住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 之後因為就所有的 這個世界潮流聯合國的原住民權力先援之下 然後所以整個土地整個 大家開始爭取 大家要原住民開始爭取土地的權利 然後到現在台灣政府裡面還有 分為原住民進攻打擊 原住民快速保留法 這兩項 然後什麼是原住民保留地呢 在原住民保留地的計算法 第二條裡面有講到說 原住民土地是指原住民傳統民主及 技巧的原住民保留地 還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的第三條 原住民土地保留地包含了 3D保留地及真化變厚的原住民保留地 那其實講這個 就是上面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最大的就是在於 是文化上面的差異 就是原住民他其實就是他的文化上的土地的優勒的差異 跟一般社會上面的差異 所以產生了一些認知上面的差異 才會有造成目前現代社會上面的一些問題的發生 目前今天的進度的話 語音的進度的話 我們法國的培佑阿九 他有把原民會裡面 他的資本裡面的阿美尼的生意檔 然後把它下載出來 然後他去成功的分析 輸入四個不同model 然後之後應該可以再去訓練出 他的其他的應用與使用的方法 那以上就是我們建議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成功報告的進度報告 如果大家對於就是原住民保留地 或者是原住民的話 還有其他大家可以到spake 或者到粉絲專業來跟我們互相討論 然後以上報告謝謝 來